台湾出现了第一例境外移入H7N9死亡个案 疾管署表示,这一名来自中国江苏的老先生 是在去年12月底来台旅游期间发病 虽然经过了隔离治疗之后,体内已经测不到H7N9的病毒 但是因为他高龄有86岁,周一晚间因为严重肺炎并发败血症死亡 国内第二例境外移入H7N9流感病例 来自中国江苏的86岁老先生,去年12月底来台旅游发病 住院隔离治疗28天后,虽然体内已经测不到H7N9病毒 但20号晚间仍因严重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不幸死亡 也成为我国第一例境外移入H7N9死亡病例 之前的话我们其实连续几天都没有发院出病毒 那代表说他身体里面的病毒问题我们已经把它处理好了 但是不管怎样,他肺部还是有一些的伤害存在 那很遗憾的是没有度过这一关 机关署表示近来中国H7N9流感疫情有急速升温趋势 上周总共新增39例确诊病例 有四人死亡 其中一例还是上海一名张姓外科医师 年仅31岁 他在17号凌晨胸闷气喘就医 隔天就因肺炎抢救无效死亡 经过中国官方调查发现 张姓医师父母家的邻居有饲养鸽子 医院对面也有活情市场 因此初步研判 有可能是鸡鸟接触时而遭到感染 机关署表示中国H7N9流感病例 大多集中在浙江省及广东省 而且青壮年族群比例增加值得注意 此外国内流感疫情也开始拉警报 上周又新增98例流感并发症 有两人死亡 春节期间两岸往返频繁 民众出入公共场所 记得戴口罩并避免鸟接触 以降低流感几率 记者赖水明张国亮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